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从高三时开始在摩洛哥当地武馆学习中国武术 到如今在中国留学钻研中国武术 摩洛哥留学生杜志远的习武之路虽有间断 但他学习中国武术的梦想却从未停止 杜志远初识中国武术 是来自中国功夫电影里的印象 如同电影里的情节 他一度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功夫 比如李小龙 李延洁 比如这两个人已经把中国文化通过无数传播出去了 尤其李小龙通过美国电影来传播中国文化 后来我们就开始认为 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就应该从小都练过武术都知道 所以不能跟他们打架 因为中国武术 杜志远逐渐也喜欢上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后来他在摩洛哥当地的孔子学院开始学习中文 杜志远介绍 他将学习中文的过程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学习发音表 第二步则是将发音结合到一起练习的过程 为了能够更顺利地说出一句话 一整句话 那我必须先分解 学会这些音 后来就做一个组合 一个音 一个音 两个音 然后把它念好 背好 后来就感觉能舒服地念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三个音 三个音 比如速写车 自行车之类的 那么之所以能够把这样的长长的一句话说出来 那是通过这种重复法 就重复练习法 分解练习法来去完成的 在摩洛哥孔子学院学习了三年汉语课程后 杜志远申请来中国参加汉语进修班 也是从踏上中国的那一刻起 他学习中国武术的念头重新燃起 过程中习武也从兴趣变成了专业 这样来都来了 那就咱们就是我自己跟自己说话 咱们就去实现我这个梦想 高尚的时候那个梦想 虽然觉得这个已经六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先不工作了 先去实现那个梦想 同时把我的这个中文学好 通过在北体大武术学院的专业学习 杜志远的功夫日益精进 在掌握更多专业技术动作的同时 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也逐渐变得深刻 武术这个专业相关的课程 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呢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是兼许 就是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同学 还有其他高级班的 还有这个优秀运动班的 一些同学 他们的水平还是特别特别高 而且很多的也是冠军嘛 虽然很优秀 但是他们练的时候 或者跟你交流 或者叫你做动作 或者跟你说话的时候 就没有骄傲 也没有任何这种自傲的表现 他们特别谨虚 对于未来 杜志远做了一份推广中国武术的具体规划 他希望将自己学到的中文与武术做结合 把中国武术教学视频 书籍等内容翻译成其他语言 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更多人 了解到专业的中国武术 因为在国外其实没有武术推广 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 尤其是要把国内的这些武术教学视频 翻译成英文还有其他的语言 杜志远感言 因为武术爱上了中国 爱上了中国文化 现在杜志远开始为两个弟弟 规划着来中国留学的计划 对于自己 他说这条习武之路将一直继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